嘿 大家好 我是中基 现在我在阁内的大学里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地学生的交通工具 我后面这一台就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想要的玩具 很甜的叛逆者 是真正的叛逆者 不是淘宝卖几千块钱那种 好酷 第一眼看上去我很喜欢 这一台叫车嘛 油箱大动力够又有逼格 它的后四季呢是装在下面的浓浓的复古风 主要是这种车在当地卖的话也不也不贵也便宜 看看人家的作风 没有基石汉 对于这个价位来说已经挺良性了 车子是带ABS的 如果我以前有这么一辆这么好看的摩托车 是不是早就跟我跑了 你没有 我都可以跑了 那你也是啊 你说的很有道理 真的太酷了 主要我喜欢它的那个发动机离地间隙 它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护杠 用来防止拖底的 其实它的发动机离地间隙 会比这样还要高很多 现在看都有13公分左右 如果拆掉的话 我估计能打到16 17公分左右 不知道反正不贵 越南是跟印度一样属于摩托车大国 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 因为价格属于首二的第一个国家 比日本本土的话还有一定的优势 还是用的卤树灯 看样子还是用的卤树灯 这边都是学生啊 但是我不确定这些车到底是不是学生的 学生他有这么有钱吗 我的妈 这个应该是亚马哈 150甚至更大的排量 没办法便宜啊 人家的正牌的摩托车可能就是我们地平线的价格高一点而已 你怎么感觉这个造型那么像地平线 但是他不是地平线 他确实是亚马哈 亚马哈应该是R15吧 150排量的 最强是地平线 不是最强150之一 哈哈哈哈 你看看人家的做工 十几年了 是排气款 这里的话是铁 它会生锈 其他这些电镀件 感受一下 什么叫差距 制造的话不是在这里制造的 但是销售在这边销售 你看看人家做出来的 这种颠度的这个质感 真的太棒了 你看看人家的焊点 非常老的车了 已经是非常老的车了 差不多可以进博物馆了 最少也有十年了 应该走了一轮了 看看这些轮毂的细节 看看人家油缝有没有漏油 好 嘿大家我是中间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河内的一个理工大学里面 附近的话就非常多学生在这边活动了 后面的话就是他们的宿舍 都是一个开放性质的 很多外人都可以进去 而且我们看起来的话本来就有点像学生嘛 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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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刚毕业还算个学生 这些就是他们的校服 穿的红色这些 挺小的一个小小后门 他们的吃饭的地方 已经是午饭时间 对午饭时间 在排队呢 可以拍一下他们在吃什么东西 都是越南传统的食物 春卷的油炸的 青菜之类的 这学生会吃饭 拍满了长龙 这边的汤的话应该是免费的 跟国内一样 沥汤汤水 物价的话也是非常的低啊 一万就可以有一杯荆棘柠檬饮料 芒果汁什么的都有 我们吃饭吃早了 这边的话更好 饮料 人家不也不一定卖给你 这边应该是针对学生的吃饭地方吧 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用钱 他们典范也有用钱 哦 哦 人人手上都抓了个几万块钱 太热闹了 都是一样的 哇 你看人家的物价 这边吃饭已经便宜到一定的程度了 只要三块钱 八 八千的话就知道 三块钱都不到 就能吃饭 一万的话就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块两毛钱 两万的话就六块钱就能吃饭了 再一杯 再来一杯 几五块钱 一杯 四杯 七杯 三杯 五杯 四杯 五杯 八 八 无花果饮料大概是8000 非常便宜 百香果 百香果 再加一杯 两个甜点 谢谢 良心吗 好大一杯 这就是校园消费 刚刚我们吃饭好像吃的有点早 来这边吃饭的话 我们晚久一点 在这里吃个晚饭再走 可以啊 这边挺好的 非常放松感觉 你不给我喝一口吗 好 哇这么大的比我脸还大 人民币两块钱 嗯 不错吧 这些都是新鲜的做出来的 它不是很酸 它放了糖 肯定也要放糖 都是新鲜的做出来的 然后再兑冰 赶紧喝 现在还好喝 如果冰全部化了就没那么好喝 点完餐就可以很放松的 在这边吃东西 生活还算歉意